我不管 我很幸福 我真的要完美地享受这个双猫宝宝的世界 哇 哈喽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暴力助理的频道 上一次我们说了各个行业都在决 难道就没有一个行业在上升期了吗 那我们今天就聊一聊 一个在上升期的行业 宠物经济 如猫吸狗成为互联网上 大家非常盛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越来越多的人心甘情愿 为自己的主子买单 宠物经济细分成 宠物交易 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宠物医疗 美容 培训 甚至于是 宠物 殡葬 这么多细分的类别 这就使得宠物经济 奔发出巨大的潜力 我自身呢就是一个蚕食官 网上各种各样的视频 我看来看去看的最多的 还是猫猫的视频 你快看他 他在家吸我们 他还不满足 他还要去网上吸别人 哼 我的第一位猫主子呢 就是一只田园大白鸡 他今年已经12岁了 现在还是白白胖胖 能吃能睡 跟个祖宗一样 前两年呢 他得了一次遗泻炎 就是那种很严重的 连续好几天都没有进士 经历了那件事情以后呢 无论是对于他们的生死 还是对于我自己的生死 我都有了更深刻的看法 有的事情其实是躲不掉的 那人为什么要养宠物呢 一说到这个问题 大多数人脑子里面 挑出来的答案一定是 人需要精神寄托 想要缓解自己内心的孤独 这是一部分的原因 但远远不止这么简单的原因哦 我自己开始养第一只猫的时候 是那时候我准备要结婚了 但是呢 我又不想要说 结婚了以后那么快的要小孩 然后我就想养一只猫猫 然后我把这个事情当做自己 作为父母的一个预备实习 就是我作为一个实习父母的开始 那时候还是太年轻了 然后我就把猫猫接回家 我就没有想过养育一个活的生命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养一个孩子 你不是因为要图他成农成凤 也不是图他以后能养你 更不是图他去帮你实现你没有实现的事情 养育孩子是因为你爱他 你想要一种做父母的这个体验 我养一只猫猫跟做父母这件事情 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给不了我任何回馈 他长大了以后 是否还跟小时候那个小奶猫的样子一样可爱 这也是不确定的呀 他会做坏事 随便到处乱尿尿 还会不停地花我的钱 他又需要我照顾 最后他还不会给我养老 而我呢 我需要对他负责 我需要爱他 我需要对他无侣无仇 能做到这些 我至少是个合格的实习父母的 对不对 我就这样一养养了12年 其实养一只宠物 真的能让我明白 做父母的责任有多么的重 回过头去看 我觉得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无论是生活上的 还是心理上的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 长期的压抑呀 孤独啊 寂寞呀 没有安全感啊 都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 大多数人 其实都处在一种精神的亚健康状态 研究表明 宠物的陪伴是可以有效的缓解 焦虑抑郁的症状的 猫咪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 大大的眼睛 真的是 他们蠢蠢蠢的样子 让我非常开心的笑 但是他调皮捣蛋的时候 又让我很生气 小病小痛生病的时候 又在那里 那副样子 又让我觉得很心痛 不管怎么样 至少我们的情绪 有一个健康的波动 我反正自己在家的时候 我就非常爱跟我的猫猫说话 然后我 我自己觉得 我说话 他们肯定能听懂 我也能感受到 他们的猫猫电波 我能听懂 他们想跟我说什么 我大概是疯掉了 除此以外 猫猫 还给我带来的 一种使命感 你知道吗 如果我在生活中 遇到了困难 或者是说 过不去的坎了 我一想到他们 他们还有十几年 要靠我照顾的 我必须得 郑重 我也必须得克服 对吗 要不然 他们就会被送到猫咖去 营业打工 好惨啊 为了不要让他们去猫咖 麻烦你一键三连一下吧 数据显示 这些洋宠物的人里面 70%居然是80后和90后 而且这帮人里面 大多数还是单身 杀伤力不大 侮辱性极强啊 也就是这个原因 宠物经济又被称作孤独经济 而这个孤独的背后呢 就是少子化和老龄化的问题 加剧带来的结果 当我们步入社会 才两三年的时候 摆在你面前的难题是什么 就是买房结婚 大城市没有房 小城市没有工作 但是也有家庭拼尽六个钱包 给孩子买房结婚的 婚房加上几十万礼金 加上酒席 加上几万块的赚借 再加上一月旅行 再加上结婚照 然后还有什么红包 无敬礼 哇 想象的好刺激啊 反正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了 愿屏幕前的你们 也能力尽千番 找寻到自己的道路 我是暴力之语 喜欢我你就关注我 欣赏我你就鼓励我 谢谢观看 爱你